在助逊而空军的支援下,赤利亚政府军在德拉省西部进展设立,不仅控制大片地区,若干之武装派别,也已经向逊军投降。 据取官方媒体称,这些倒戈后的武装分子,已经被编入逊军,调转枪口向此前的盟友开火,不过更多的还是被转移到其他地区。 近于第五军团的戴尔族二省的溃败,士军担心这些投降武装的战斗力,更别说什么木马剂了。 不过,随着士军和伊朗武装,更进一步,比起反对派和星控制区,遇到的抵抗也越发激烈,这与此前的东谷塔,霍鲁斯北等战役类似。 在野战中,反对派武装连对旭军的火力优势,几乎毫无办法。 只有单旭军投入成战战,依靠地道等削弱旭军火力优势,并借此大量杀伤旭军兵员。 目前旭军已经有多名高级将领在前写阵亡。 旭军高级将领并非需要投入一线作战,而是战线犬牙交错,很难区分离我范围导致。 根据最新战报,在德拉署东部的旭军,又缴获三辆BMP武兵战车和两辆坦克。 旭军在德拉战役爆发后,已经陆续缴获了40辆装甲车辆。 旭军的火力优势,尤其是战场这段能力,让武装贩子的装甲车辆难以发挥作用。 一旦发现就会被击毁,更别提前陷旭军士兵,配备了大量预制反坦克导弹了。 反对派女装人员会退迅速,甚至来不及破坏这些装甲车辆。 另一方面,包括女子自由军在内的多个反对派,也通过视频等形式表明,要在德拉战斗到底。 不过,按照目前的形式看,很不乐观,德拉反对派的主要不仅限一定会切断。 美国和以色列也表示不会插手,如果不投降,去军几乎可以肯定会再次发起为成战,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。 不乐观地说,除了靠近以色列边境附近的部分武装外,到部分德拉武装很可能会像东湖台一样。 在长期战斗后,最终选择投降前往去北部,与那里的土系自由军混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